怎會信得過你對外會和平崛起呢 所以文明崛起就為你 和平崛起就為表 要這樣去結合才行 所以我覺得 在自己身為一個中國人 對自己一個國家有一份感情 老實說雖然我自己就經過文化大革命 那些迫害而游水過 但我也不會只是說謊於他的國家黨 一個共產黨自己本身身受其害 劉少奇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 共和國共主席 死非命 死的時候沒有衣服、沒有副主席 胡鬚呎呎呎呎 即是說 彭家懷、賀龍那些全部都是這樣去死非 所以那是民族的災難 不只是我們的災難 但他的黨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這個 即是說 國家這三十多年來是有了很大的進步 但這個主要是經濟上的 問題是說政治體制的改革 人的觀念 是吧 領導層對普世的價值呢 還是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們就應該要作為一個 就是在香港 我們擁有我們的言論自由 是吧 給大陸同胞多個回鄉證 是吧 所以應該要盡我們的責任 就是不要說我們自己這裏可以是 就是有這樣的自由 而去運動 是吧 肥沃的土地 不去想那些有經濟價值的作物 和那些鑽草不塞的沙漠就沒有兩樣 我們有我們的言論自由的時候 應該要為國家 為民族 是吧 為我們的歷史去發聲 是吧 這樣才能夠是說 作為一個中國人 是吧 能夠盡到自己的責任 所以外交部曾經在那裏 說我周時對南海問題 碟穴港問題 批評政府軟 我們是軟的 是吧 我說我好不夠說政府 外交竭蓋國防揚毀 這個是事實來的 是吧 你咬給我看看我便不會這樣 是吧 所以我們就是 今天有機會 和你們大家對 人民哲學裏面 有志同道合的一班朋友來做一個交流 我是很歡喜的 其實很多時候 比如說截樂上講到內因是變化的依據 內因是變化的條件 內因是通行內因是起作用 這些都是的 一間公司我去做主席的時候 來講接手 是只有6500萬的現金 1000萬美金都不夠 但我能夠將它 即是說收藏一個蘇門白納裡面的金銀礦 能夠將它原來的奧大利亞的專家為我所用 這些有25年採購經驗的人 有20年野金經驗的人 都拉來給他做公司的副主席 副CEO的時候 結果我能夠短短兩個月 幫公司集資6億美金 由1000萬美金都不夠 去成功集資6億美金 成功收購的那個扣下來 都是兩個人而已 就是說什麼 我們這個公司原來是夠和倫石的 不過我經過和大家一起努力 和我同事的成員一起努力 將這個鵝卵石 就變成什麼呢 叫做雞蛋 然後再以摩基斯特尼的雞蛋 進來就叫做雞仔出來 這些其實是哲學上面的 內因外因的運用 所以說出來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個哲學的思想 去指導我們 如何走出這個群境 突破這個民國 說說人裡面來說 就是有一種盲目性 盲目性的東西就是 他不懂得了解到事物的規律性 更加沒有將那些事物的規律性 上升到理論 就是哲學的高度 哲學的那個就是 其實就是 那個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規律性的東西 跟著哲學 就這麼簡單 所以呢 我們 置身是非 得失之中 就脫身是非 得失之中 是吧 我們能夠是看過紅塵的華的時候 就會變得比較灑脫 是吧 變得這個不類 那就不會成為今次的奴隸 也都不會成為那些 是吧 某些權貴的奴隸 能夠是比較自由 這樣 自在這樣 去獨立思考 而不是說 人民亦雲亦暴亦催 多的是英武學 是本領小的 是國立思考的精神 這些是和我們人民哲學的東西 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今天有幸 和大家來到去交流 很歡喜 大家有什麼問題 大家提出來 我想這幾句話都可以 部分劉慕雄博士來到香港 奮鬥的寫照 我們香港人民哲學會 有一班同學人組成 我們搞這些免費港座 都希望從事補及哲學 補及民主的教育 希望大家 如果熟的朋友都知道 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的燈油火納 和我們港元的費用 各方面 使得我們 其實我們搞了十幾年了 使得我們人民哲學會的講座 課程 各方面的活動 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我們全部都是義工 一胡子 我們都沒有讀到那裡 現在是Q&A的時間 大家有什麼問題 問一下劉博士 您好 我叫楊葉霜 本身也是參加一些智庫的一些角色 我都經常寫很多文章 相報 我其實很欣賞劉博士 因為我每一天都會看東方日報 因為我都是寫相關的文章 所以你的資訊 第一手資訊是給我很多靈感的 所以我是跟你學習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都有一些個人的問題 想問一下你 就是看看你怎麼看 因為第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劉博士感言的作風 其實很欣賞你 整個傑仔派來說 相信你是一個表表者來的 我其實寫的東西都很抱負感言的 但是看回現在社會 有一幫人有八十口 當然你可以說 他有泛民的背景 或者怎樣也好 但是他也會提出一些問題 很多感言的 例如說八十口 香港有地產霸權 你覺得就著他這種感言的作風 你覺得劉博士你怎麼看 你覺得知不支持他應該繼續這樣 原來還是不支持他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也是一個小小小問題 因為我除了知道 劉博士是寫一些外國的東西 或者是罵人 就是罵反對派的一些不良的東西之外 也都講一下一些建制派策略的 我們都今天聽到 劉博士你的紅面韜韜 還有我有一個小小的意見 其實劉博士有沒有興趣去參加超級區議員 因為我覺得劉博士這樣的人才 應該是否除了做內地可以貢獻之外 香港應該要發多些聲音 我這個是小小的問題 劉博士 是 你的意見 第一個關於八十後 他們講到地產霸權的批判 因為我都是文化大革命走過來 當時紅衛兵破四個的時候 直接懷疑一切打到一切 對比今天八十後 你們覺得激異 我自己覺得是小疑科 是小疑科 但是正因為紅衛兵的教訓 也都令我得出一個體會 就是什麼呢 我們對一件事成的批評的時候 來講 要具體情況 具體分析 不只是扣一頂帽子下去 就OK 更加重要的是 提出一些 怎樣改善的建議 比如說地產霸權的提法 第一 香港 一千一百平方公里 又沒有礦山 又沒有原始森林 又沒有石油 又沒有鐵礦 唯一就是土地的資源 而香港另一個方面 實行什麼呢 15%的低稅制 利得稅好身捧稅好 簡單低稅制 是一個 變成我們既是沒有其他的資源 又是實行簡單低稅制 這樣的社會裡面 很自然就變成賣地 就成為政府主要的收入 亦都我們在香港來講 唯一的資源就是土地 變成人口就不斷增多 在二次大戰之後 香港只有45萬人 發展到現在就是700萬人 變成再加上人的生活水平提高 對居住條件也都有一種改善的訴求 何況現在大陸開放了 大陸裡面 三十多年來的財富效應的併法 亦都令到很多有錢 但是對內地的社會制度的東西 始終覺得要開放太平戶比較好 所以有很多熱錢流入香港 再加上現在香港是7.8的港幣 和一美元掛鉤 實行聯繫匯率 至正 一行 既然是高級巴巴長 吸引回去 吿我 壓復 鼻 breast